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响 还有分享 转发了 我们非常非常谢谢 也谢谢你们持续关注我们 我们会持续把这个节目做得更好 让大家来了解一下 未来中国的这个面临的各项问题 怎么样来解决 今天第一个问题 我们来探讨一下20大 北戴河通常都会在20大之前 下半年的20大到开始前 会有个北戴河会议 北戴河会议最近有个中央 中共中央今天发布了一个消息 就是要一些老干部 老领导们 希望能够跟党裔 能够走得比较一致一点 听党话 那我不想 习近平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特别针对离退部的这个干部 发布了这样一个文件 小明志你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事情 应该说习近平现在到了这种草木结冰的时候 因为马上就要 这快20大了 距离20大实际上也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那么现在他呢 应该说是一种预防性的措施 并不意味着真有什么人 真的大嘴巴敢说什么 敢说一点动摇习近平统治的话 这种可能性我想是不存在的 但是呢 习近平他一向是有强烈的这种危机感 因为习近平他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 习近平有权力 但是却始终没有权威 所以呢 他对他自己没有权威这件事情很敏感 总在千方百计的要求人们 要维护他的权威 实际上他没有权威 人们在骨子里不可能会信服 习近平这样一个人 是不是 任何一个有点常识的人 都不可能从内心里真正的尊重习近平的权利 尊重他的权威 他没有权威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对别人的这种表现格外的敏感 特别是到了这种关键时候 他总是要提前发点信号 警告警告他可能怀疑的人 他觉得可能对他有危险的人 那么在中国有个特殊的情况 这个老干部呢 这是中国特色的东西 或者中共特色的东西 在其他国家是没有这种可能性的 比方说在台湾 退了休的长官 还敢对现任的长官发号施令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是不是 没有这种可能性 在美国也没这种可能性 退了休的总统 对现任总统发号施令 那根本就没有可能嘛 也毫无意义 也没人拿到当回事情 但在中国就不可能了 这就危险了 不一样跟外国 中国的这个老干部呢 他 是中国是人质 年轻干部往往是他提拔起来的 所以他对年轻干部有相当的影响力 但是在习近平的这个时候 对于习近平个人来讲 提拔习近平的老干部 估计现在没有人敢对习近平发号施令了 但是呢 其他的老干部 是有可能 私下里 妄议中央 对有些事情不满意 发发唠嗓 这都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习近平要提前给他们发警告 这些事情上呢 从大局上来讲 我个人的感觉 是不会有大的影响 但是呢 这件事情上 因为习近平本人 他非常的小心 非常的敏感 所以呢 他现在应该说是高度的警惕 发出一些预防性的这种指示 要对他表示忠诚 要对他忠诚 要听他指挥 要为他尽责 等等 所以呢 这个时候 我们想 这只能反映一个事实 或者说反映一个 基本的情况 也就是习近平 对他的这个连任 非常非常的敏感 这是一个 绝对要必须 万无一失的事情 不能出现任何的 披露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发这个指示 这是我的看法 谢谢 谢谢小明志倩 我实际上说 根据这个15号 中共中央发布了这个要求 这个加强退休干部 党进工作 然后特别指出来 承认领导者要自觉 要跟习近平为主的 这个党中央 不管在思想上 在政治上 在行动上 都能够保持高度一致 你觉得他们特别 在点出哪些 或者是说他发现 就刚才小明之前提到 这是预防性的措施 他是不是有警觉上 有某些人 因为最近的 因为经济的下滑的关系 或者是疫情的关系 或者中美对抗的关系 或者是国际孤立的关系 让习近平有这种危机感 确确实实 现在中国大陆 进入一个政治上 非常敏感的时期 也就是半年之内 习近平要完成 他第三任的一个部署 这个第三任的部署 是打破了过去的惯例 那么所以 不少人是有意见的 即使没有公开表示 私下议论 还是非常非常的热烈 那么所以现在 习近平为了 刚才小明之前讲的 做预防性的处理 他们颁布了 这样的一个指示 要求老干部 听中央的话 跟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不要妄议中央 这就是要避免 节外深知 那么其实在自由民主国家 迷任的老干部 我们自由民主国家 不叫老干部 就是退职的公职人员 议论中央 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事情 而且是指民道性批判 现任的当局 你比如说 台湾的马英九总统 他经常批评 蔡英文种种的不是 即使不是在选举期间 在平常 对于蔡英文的能源政策 两岸政策 外交政策 经济政策 马英九总统 经常提出批评 那美国 我们看到川普 他对于这个拜登政府的批评 是非常非常的严厉 而且是措辞 非常难听的 那么所以本来 这个自由民主国家 离任的公职人员 不管他是领导人 或者是一般的干部 他们对于现任当局者的批评 是非常普遍存在 而且是自由自在的发挥 没有任何限制的 这就是言论自由的一个表现 那么中共现在要求 离休的老干部 不要妄议中央 就是限制他们的言论自由 因为老干部呢 他有比较高的自由度 因为第一个 他没有上师 没有主管 可以监控他们 那么第二呢 他们没有职务上 保住职务和升迁上的顾虑 所以他们比较可以自由发言 而无所顾忌 那么第三个 他们是有经验 有经验的一个 过去的从政干部 因此他们对各方面的问题 比较熟悉 比较了解 所以实际上 中国大陆的老干部 他们是各种的场合 议论中央 所谓妄议中央 是比较普遍的 或者是比一般的官员 是自由自在的 那么现在呢 就是担心他们在未来的半年 等政治敏感期 议论纷纷 甚至是拉帮结党 对于未来的权力布局 有不同意见的表示 所以现在习近平等于是做一个预防性的处理 要他们跟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听党的话 跟党走 不要自己讲一套 或者是做一套 跟中央唱反调 这是他要防止出现的一个情况 我们知道 在这个邓小平或者是陈云那个时代 1980年代 很多老干部被下来 什么他们呢 拉下马之后 自认为还是权力体系的中间分子 因此也议论纷纷 过来邓小平给他搞一个顾问委员会 你们在顾问委员会里头讲就好 不要在外面乱讲 那么其实那个时候老干部 他们这个非常有影响力 不仅是妄议中央 而且是干预中央的政策 干预中央的人士 所以像胡耀邦被拉下马 就是这些老干部 他们这个集体的反对胡耀邦 所以中共的老干部呢 一向的都是有保持一定的影响力 那么现在呢 就是要把这影响力削弱 让党中央可以定于一尊 没有其他人说三道四 尤其不要让老干部干扰未来的权力布局 因此这一次的一个指示 而且是透过新华社发表 所以是非常严肃 也是非常严厉的一次 一个警告 一个提示 不要让老干部 对习近平的连任 说三道四 也不要对当前中央执政 遭遇到种种的困难 还有路线上面的一个 我们说是一种偏执也好 或者是走样也好 或者是引起议论也好 不要让这老干部多索议论 这就是当前这个所谓的 要老干部们听党的话 跟党的步调走 要跟党都要保持高度一致的一个背景 好 谢谢 小明星长 根据这个陈教授刚才提到的这样 这个感觉出来 就是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前 已经开始在营造一种氛围 这个氛围是不能有任何人跟他反对 我们看了五月书放的文件里面 特别提到 不要传播政治性的这个攻击言论 也不要这个支持一些非法 不得参与一些非法的这个组织活动 当然更不可以有什么反对错误的这个思潮 你觉得他有没有特别的 中央有没有特别的一种担心 哪些活动或是哪些动作 是东南海最不能够接受的 我想至于习近平的这个政治 甚至一些特别的敏感的政策 比方说目前的这个清零政策 这是绝对不允许质疑的 这些事情上现在已经成 中共的这个防疫现在已经政治化 已经和习近平的个人的地位 个人的权利连在一起了 这个我想是绝对不允许忘译的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比方说目前的一些重大的经济政策 这些问题上最近经济形势非常不好 尤其是四月份的指标一公布之后 大家都有点非常的感觉到形势非常严重 就连这种胡锡进这些人 都有点坐不住了 都跳出来要说点话 这形势确实非常严峻了 那么这时候如果有人 提出来要什么涉及到政策问题 涉及到领导的能力问题的时候 那肯定的这属于习近平最敏感的话题 是绝对是要不绝对要反击要制裁的 算这种就是我想这一类就能化为 政治性的负面言论 对习近平这种负面评价 这是最我想这是最核心的问题 至于其他的这种私下的议论点什么事情 如果不是特别的可能还问题不是很大 但是涉及到这些核心问题的时候 特别是因为现在有个大问题 网络非常发达 有些私下里的话稍不小心就被传出来 那就成了一种风潮或者成了一种思潮 那这个事情就很严重了 所以我想习近平主要是提醒这些人 警告这些人 要谨言慎行 要小心说话 免得给自己找麻烦 我想他主要是这个意思 谢谢 我曾经说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老领导 在中共的这个地位 现在跟当初三四十年前是有所不一样 不过他们的影响力也在 不过你比较一下 如果三四十年前 依照像包括江泽民啊 曾庆红啊 这个胡锦涛 这个朱镕基啊 或者是说这个温家宝 你觉得这些所谓的老领导 贾心灵啊都好 这些老领导跟之前三十年前 邓小兵时期的 这些老领导的地位 有没有些微的改变 还有刚才小明之前提到了 现在社群媒体都没有发达 跟这个老领导的影响力 会不会有所 会不会有产生某种相连的关联性 当然这个1980年代 到现在的2010年代以后 这个所谓退休或者离休干部 它的影响力是大大的削弱削弱 因为以前的这个老干部呢 他们自认为江山是他们打下的 而且呢 后继的人都是他们提拔的 而且呢 他们权力失落了十年 文革差不多十年 所以他们现在恢复到 这个可以直直点点说话的一个 这个位置上面 那么这些人是从这个提拔干部 从个权力上的一个布局 乃至于言论上面都有相当大的一个影响力 而且呢他们那个年纪 他们那个那时候的年纪 差不多已经这个六七十岁 六七十岁 那么也是这个 还有精力可以来过问中央的事情 另外当时他们过去所树立的权威 树立的权威 他们都是三十年四十年的老干部 所以他们有高度的权威性 可以妄议这个所谓中央 而且干涉中央的人士 而且当时邓小平成员他们 跟他们是同一辈的 同一辈的 所以他们也觉得自己可以平起平坐 来这个做各种发言 那么现在的情况不一样 现在的情况第一个 中央所建立的领导权威是比较高的 不像那时候是一大群人都可以过问国事 和党事 现在党事国事能过问者是现职的干部 那么第二个 习近平他所塑造的领导权威 我不认为是比以前下降 而是他是经过了种种的 这个斗争 管束 还有这个警告之后 现在中央基本上是定于一尊 没有人敢公然挑战他 而且政策 政策的制定权力 也是这个集中在所谓权力的核心 而不是大家共同议论倡导之后 形成一种核心圈的一个舆论 然后塑造政策 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 但是那离休干部 他们仍然对关心党事 关心国事 而且有很多的渠道来表达他们的意见 比如说中共很多领导人退职下来之后 就写回忆录 这回忆录呢 这个几乎每个人都在写 像朱镕基还把他言论集来出版 那么这个就是他过问股市的一种方式 这离休干部虽然没有过去80年代到90年代 那么大的一个发言的一个分量 但是他们还是有发言的渠道 还是有表达意见的一种各种这个场合 那么这个所以跟这个党中央要保持高度的一致 是很可能是会出一些乱子 或者是会这个让他们延续 他们过去所建立的一个威信 而把这个威信呢做一些利用 然后对于现在的领导人 以及现行的政策提出不同意见 这如果形成风气的话 甚至可以拉帮结党 对于现行的这个政策 但现在的权力核心 构成威胁 所以这个党中央还是非常在意拉敏的 台湾跟欧美很多领导人 或是很多这个高级干部退休之后 倒是有写回忆录的习惯 或者回忆录的效果 多大这个 先如沈家说提到了 这个倒是可以来观察一下 不过很多回忆录的内容 都可以看得到当初在决策部的当中 一些不同意见 不同的声音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